穿着白袍戴眼镜 三十多岁的郑医师 在新光医院胸腔科服务七年 去年首次接触新冠肺炎患者 我那时候照顾的确诊病人 其实他算是情症 然后但是基本上确诊的病人 我们就会穿着全套的PPE 接近治疗完成 要解除隔离的那段时间 我们就会去帮他做裁剪 那其实裁剪的部分 就是是一个曝露风险 比较高的行为 即便照顾过程 却按照SOP防护 但郑医师透露 确诊病患出院后 自己也想裁剪 如果自己是属于 那一群无症状感染的 或是极度的轻症 在照顾中不小心被感染的话 当然也希望说 不要像最近的疫情 就是护理人员 把这个疾病带回给家人 郑医师到处 第一线医护人员新生 但现在桃园不离医院 爆发院内群聚 还有医护一度想裁剪遭剧 前国健署署长邱淑提认为 全台医护人员都该裁剪 现在有发生院内感染的 这个医护人员所 工作单位的同人 我们是认为 他的单位的人 应该全部都要裁剪 然后还有足够的 足迹的也应该要做裁剪 护士工会指出 若第一线医护没裁剪 照顾病患核实展疫难察觉 院内感染也容易扩散 若照顾多位患者 感染源头难追查 建议应该是用一个 叫做定期裁剪 就是所有的医护工作的人员 在这个位置 就是要裁剪 而且每周或者是每十天 就要裁剪一次 这样可能会避免我们现在的 这个骨牌效应 一直发生下去 不然永远都是在追后面 在追下一个下一个 这样子可能就太满了 也有专家质疑 目前国内单日裁剪量能 有1.1万件 但日前医护染疫事件 原本指挥中心要帮全院医护家接触者 2500人进行裁剪 如果二采顶多5000次 符合裁剪量能 但指挥中心却回应 目前已匡列的468名接触者中 陆续发现确诊者 扩大至800多人已经足够 相较之下 日前爆发疫情 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 大陆河北省石家庄市 在江苏和浙江省支援医疗团队 以及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全部建立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情况下 但日裁剪量高达100万人 全市完全二采 台湾发生院内群聚疫情扩大 却不让第一线医护全筛 指挥中心强调保留量能 也让专家难以理解 指挥中心到底在坚持什么 记者黄家卫杨祥与台北采访报道